Hello 大家好,又回到這隻的絕對幻想DN 這次就要繼續劇情,應該要去左手邊這個位置 先跟大家說一下,我現在身上有隻射文雄 但未去到小偷那招技,索要的那招技要 那招技好像要30多才有,所以就沒辦法拿著 解毒藥 OK 那這裡我們隨便拿一隻寵來用 藍莫,OK 好,那這裡應該有劇情發生了吧 在這裡 前方就是阿洛夫維職,大家注意調查,任何有關矮咒師和石板的視訊都要多加留意 一旦發現立刻給我報告,明白了,寧馬大人 好,就是這裡 這個新組的劇情,我記得這個新組好像挺難打的,沒有記錯 不知道是難打還是勁高呢,我忘記了 這個地方似乎是一個建築來的 沒有關係,不要隨便打這樣的禮貌都不懂,要不要教你 這裡已經有一雙打了,20多的雙打 我們這裡就先用一個泡沫 雙泡沫嗎?完美 嘩 嘩 嘩 輸了應該,這裡不用打了,已經輸了一半 你看到他的高音這麼厲害就知道了 不用打了 這裡 單打也一定能打贏,還要打雙打 真是,拿個命 這個 我呢,我這隻精靈在首領給我,給你看他的厲害 嘩,這隻東西 咬他 嘩 嘩,這隻刀很難打啊 邊緣 嘩,草聖傑 沒有了沒有了,這裡 這隻刀不夠打 很難打 這裡 等等,這個位置好像不用劇情 不如我們不要打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難打 OK 我記得這裡好像有一個測驗 是不是這個 樹果汁 我沒有錢? 嘩 只有72元 真是窮酸得可憐 嗯,現在需要一個熔眼魔,可不可以用聖灰換 大岩蛇也有可以賣給我嗎 大岩蛇,這裡啊 植物 這個呢? 口外花,如果你有的可以給我 OK 這些是修精靈 OK,好,這裡有個草道館的管主 哦,這個拿了 奇蹟的種子 先暫時封閉,由36號道路走過去 36號道路走過去 看看 要走左邊 這裡之前不是有個問答會嗎? 你好 被岩石捉都無法辭職,你都遇到過了 為了你準備了這個零錄招式機 OK,碎石 這個 神魯敵他超厲害,你想挑戰我麥可大人 OK 怎麼了? 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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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 咦? 要打這裡嗎?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先選開他那個石板 石板要選開 對,又砌過了 我想這個砌圖應該大部分人都玩過了 應該都玩過 這個 是不是這樣? 立即搞定 這些 厲害 從上面的地圖完成了石板的砌圖 看你很有考古技能 捉到的安龍 是不是安龍 這個就是未知圖騰那堆的筆記 筆記 好 這個要不要打 以防買,不夠打就馬上走 這裡沒有 這裡是不是只跟他打呢?我都忘記了 好,調查人魚很優秀 OK 戰龍紀錄未知圖騰那些筆記寶 真的要打 OK,安老虎遺跡 這個呢?這個是不是打的? 下這個要打的 不是啊 這個呢? 有些關係 我到這個 四季才照顧 這個不像打開的 不要阻礙我做事 哇呀,你木手弓 哎呀,整隊都是水 這隻不夠打啊 不行不行不行,不夠打 太多水是不夠打 可能 可能升到鯉魚龍會好 為什麼鯉魚龍有飛人 飛人屬性呢?有黑仔 不是這邊 難道在右手邊火箭兵團那裡? 是不是這裡啊? 不是啊 現在去哪裡啊? 忘了怎麼玩 據我認知應該是在 去新組這裡 啊不是,好像在這裡 是不是這裡啊? 問這個人 等了很久 終於來 其實已經打了電話給你 不過呢 估計他一時半刻 說不清的 事情是這樣的 我去野外考察的時候 由野外訓練間 聽到火箭兵團 去暗黑洞穴 好 OK 簡單來說呢 就是他要去火箭 去暗黑洞穴 調查 之前 被人偷走那個精靈 那個事件 好 所以他就叫我來幫忙 多一個人會好些 就是這樣 噢 這個訓練家的氣質看來 和我認識的人有點相似 不好意思 不留神 在下名為 啪 以戰鬥塔塔主 我在找一些厲害的精靈 精靈訓練家 好 你還跟陌生人聊什麼 快點去暗黑洞穴 哇 陌生人 立刻打爆 立刻一下打下去 煎他兩巴 跟冠軍這樣說話 好 連冠軍都不會 不認識 我們把我的學習裝置給鯉魚王 如果鯉魚王進化到飛行屬性 即是飛行水會很有幫助 OK 這裡 我只是為了大家安全才塞住洞口 不要在這裡裝傻 你真是當我低能 讓我做回好人不行 繼續裝吧 裡面肯定有古怪 不是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讓他走開 盾甲龍 這麼兇殘 但他還是老虎不發威 就當我病貓 來了 雅典娜 但是終於露出本性 果然不出我所有事情有古怪 右邊交給你 好 有得勝利 非常好 OK 雷雅 繼續咬 還是泡沫 龍食塞我泡沫 咬 再咬 差點輸 好 好 看來他們不是一般的訓練家 快點報告 雅典娜大人 追上去看 閃光技能才可以看得清 好 對 都不用閃光技能 因為 基本上都看到了 好 有火球樹在裡面 火球樹 想搖 慢慢走 這裡這麼低 真的升不到 咦 火自冰亂 看來這裡埋伏是正確的 水柱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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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很快就可以進化了 李漁王 魚躍龍滿 好 大家有沒有知道 這是李漁王的小故事 這裡買個廣告 我之前拍過一個系列 就是關於這個 李漁王的 精靈知識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有中文字幕 有些可能聽不明白 廣東話都可以看 那就是一些見解 這隻就換成蛇文雄 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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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血 這隻 毒針 這裡用滾龍 非常好 哎呀 一出來就去打 打不打得贏 怕怕地 咬他 這裡泡沫 嘩 用果散 你這麼兇 有金果 OK 這裡有一個 應該快死了 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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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不行 要先回去 快死 真的已經是爆了個體值 還有性格應該是對性格 所以才會這麼難打 而大家在正常版本 普通原版來打的 是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努力值 或者是個體值 努力值好像這裡也沒有 但是個體值這裡一定有教過 真的應該是滿了 6V 這裏寶貝龍 想捉一隻 不如捉一隻 捉一隻 這麼難得出現 沒理由不捉 蚊沫 有膽打到人嗎 玩水 唉 這樣就知道了 這裡撞他會不會死呢 哎呀 為什麼 不行 我要撞一隻 但是 不行 太高攻了 他們 先打一次 等我之後 我自己捉一隻 進來 好 這些寶貝龍 真是可遇不可求 比較難遇到 應該就 因為龍屬性來說 尤其是這些準神級數 都幾難捉的 應該 幾難遇 捉的話應該都 都幾難 咬他 你看連這隻都打不贏 連這隻都要輸給他 真可憐 對 因為他是惡系 所以應該用普通 普通的好像比較好 好 搞事 走 這隻 哎呀 完全沒有技能打 成文雄 潛水 哎呀 玉尾巴 可以 好 搞定 歐雲 我們就轉一隻藍幕 接著用泡沫 我下馬威 自我在生 可以 好 OK 這個火子兵團有點厲害 用了進化的精靈果然不同 但是我的盾面龍更加強 好 強制進化精靈竟然輸 終於贏了 這裡的情況和我判斷的情況有點相似 跟我來吧 看看 希塔 火子兵團利用這些機器 放出一些奇怪的聲音 希塔就是我旁邊的隊友 將精靈強制進化 而這些強制進化的過程 會令精靈受到巨大痛苦 並且尚弱精靈生命 執行程序 由 由基拉強制進化成沙基拉 好 往下 威娜 今夜進化了 果然很順利的進化 繼續進化看看 執行程序強制進化成斑吉拉 來了來了 好痛苦的樣子 果然比較容易跨級的強制進化 不過是空目實驗室搶回希有精靈 強制進化就是型 果然是這樣 我們快點阻止他們吧,估計打低頭部就可以阻止他們的實驗 那些廢物連兩個訓練家都阻止不住,看來都要我親自出馬了 斑加拉做低他們 不用我打吧? 好強,小心點 下我打 下個道理,不用 誰 既然不顧及精靈的感受,將精靈變成鬥劑的武器 你以殘忍的事情我沒辦法用忍 我們火箭兵團成為世界最強的軍團,這些實驗是必須的 現在就由新組的訓練家,我靈馬來制裁你 不必,實驗很成功,目標已經達成跟你對概計劃之外 而且我的徒姆一定很心急看到這個實驗結果是時候要回去 準備毒氣彈 OK 靈馬大人,附近火箭兵團已經全部撤退了 知道了,你們快點回去遺跡調查 你們真是用這樣的訓練 以一個人力量對付這麼多火箭兵團 哎呀,都是自我介紹的靈馬 是新組的訓練師 我們組織的新組為了這個世界能夠變成理想鄉和平之鄉而成立的組織 世界變得和平鬥爭是不需要的 或者鬥爭而對精靈進行強制生長這種行為沒有辦法原諒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為了找到這個世界變成和平自由居住地的方法 對不起說太多,相信一定可以理解我們 但是事情解決了,幫我剛才那樣很厲害 竟然兩下可以打人幫阿拉 可以對面露一瓶死,快點去精靈祝室吧 OK 我可不可以強制進化 裝置已經停止了 數據儲存器已經拿走 我也想試一下用 我可以幫我的鯉魚獲強制進化 可以不可以 這個還沒打 兩下 你當我什麼啊 我20下 OK 好 然後 然後 剛才進去打那個什麼 密克 密克那條路應該就解封了 可以走的 好 密克那條路 因為原本他就說不給我 說我有事做 但現在做完應該就不用了 新組那班其實不用打 我想 只需要過劇情 現在就 整個行李撿到東西 一個超級球 這個 來了 挑戰可大人 48過來吧 這隻嗎 應該打得贏 嘩 去的泡沫真的炸得很厲害 嘩 死了 我們換成車利龜 卡美龜 水柱噴射 哈哈 先制 高速旋轉這招不要 OMG 竟然輸了 超級的訓練家 才不會在意一兩次的輸 來日再次快點跟上我們去鍛鍊 嚴力討勇 火箭兵團 在46號道路的野外 強制進發實驗非常成功 這個使我們火箭兵團的戰力 有了 有了一個跳躍 這些都是多得你的功勞 K先生 這個並不是值得加許的 這件事情 我只是想看看 在這個科技之成的知識 能夠改變與有認知去到什麼程度 這樣說是你還有未完成的技術 所有科技技術的承認 都是建立在無數的實驗之上 所以希望你可以給我一些更大的科研平台 當然 所有令火箭兵團強大研究都會全力支持 另外 我們三個玩家以及不在的阿波羅 都一致贊成 令你成為這個新的幹部 不知道你怎樣 既然你要這樣認為 我們攻擊不如從命 從今晚開始 你就是我們一員 跟我們一樣擁有鋼部級的權限 還有一件事 在野外的實驗結束的時候 一個自稱新組的人跟我對相 實力不差 跟我們的鋼部級有得比 我想知道新組是什麼來頭 新組 我有了解過 半年前突然輕輕的組織 然後在半年內信足成長 不斷追求有實力的訓練家 我記得原來就是穿藍色制服 他們就是所謂真組 在關東火箭兵團之部的隊員 曾經發現他們到處找石板 石板? 你知道這件事是K 我不清楚石板 不過對於未知的東西 我是相當好奇 對於新組這個組織 假如他不斷撞大 必然會影響到我們火箭兵團 所以現在要多點留意著新組這個組織 另外K先生 新的研究經費和設備 很立刻幫你準備 正好啊 我也找到新的研究對象 對於強大的龍是精靈強化實驗 作為實驗材料的啟暴龍也準備好了 藍絲力協助一下K的實驗 我明白了 阿典娜你要回到原珠市的燒焦塔 沒錯 三聖獸最近在燒焦塔活躍起來 這是捕捉他們好機會 而且我們火箭兵團 當中沒有人可以成功捕捉到他們 不過出現了一個特別訓練間擁有超高的技術 而且他還是把木大人的粉絲 你打算利用他們幫我們捉嗎? 對 我打算把木大人的虛名邀請他加入火箭兵團 並將我們收集的三聖獸資料交給他 確保他可以幫我們捉到三聖獸 擁有三聖獸的實力 我們的實力就會大震 那一訓練家是 他的名字叫阿佛 怎樣怎樣怎樣 我沒有異議 我都沒有異議 按照你的說法做 我根本知道幹部會議就此結束 不知道幹部有什麼福利呢 他的福利就是為了 研發他的科研 這個科研技術 這個衣貝 哇 這裡救了一隻衣貝 OK 這裡是不是可以進化到水衣貝 這隻衣貝 OK的 水衣貝應該也還好 作為煩寵力應該也不錯 小衣貝要感謝你 要捉小衣貝嗎 捉吧 開始捕捉 怎樣捉呀5呢 會打死 會打死 衣貝 我這樣高呢 嘗試試就這樣捉 捉不住再算 多扔3個 不行就算了 不行就打一下 真的不行 那這隻最低功的打是 這隻應該是最低功了 泡沫滾動 我們用 先看看 泡沫 但我猜他還是死的 一擊必殺 要捕捉伊貝媽士 然後死了 真可憐 這是什麼人 換心之輪片,這是回憶技能 不想打雙打 這兩個都可以 高音 不是吧,玩這種東西 先打一隻皮皮 橫象光線 這裡咬他 這裡一起咬 兩隻超人 完美 冰牙是一招競技 上集就是冰牙玩死 上集就是卡一招冰牙玩到殘 好,鯉魚王十四厲害 這個 小 善 訓練師 來自黃金城 不試一下新捉到的精靈 是否大奶罐,土龍弟弟 咬他 嘩,頂 一下子打死了 嘩,好難打 這隻有草技,玩完了 又準備玩完 這裡我們先用變原 嘩,用雨妻的摸 然後用滾動 秘密力量,嘩 他這招不是草技 不是草技,就是普通技 但有特效而已,有個草有什麼特效 嘩,不夠打,土龍弟弟,神經 神經病 神經病,要輸了 他那個30%反應很厲害 因為秘密力量的這招技 就是根據你現況所在地 有不同的效果 你看到剛剛已經睡覺了 如果是室內,我記得好像是麻痺 還是什麼 但都足以打死我 足以打死我整隊 所以我想這隻遊戲 強化流也很重要 例如龍武或者劍武 在這裡應該都很實用 都應該比較實用 OK 來了 這裡 相信應該有機會敵人 燈爛 再燈爛 再燈爛 好,這裡我們就用水柱噴蛇 再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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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醒啊 醒 一下就立刻打 一下就已經打到 我睡著了 蛇蜊行的用頭突 有機會有機會 沒有啊 有機會有機會 撞擊 搞定 神經病 神捉到你的精靈 就這樣被你虐待 你的豆S 快點安慰我吧 我們要回黃金城 以後你就知道 虐待我的精靈 會有什麼下場 這裡會有 這裡不是有訓練家在等我 說實話 這裡不是有訓練家在等我 這裡先消息 我怕這裡有訓練家 對 哎 就是這個可惡的 這個邊緣 龍路 神經病 龍路 如果他用龍路 我一來就要用滾動 OK 滾動 哎呀 多一隻就可以打得贏 但是可惜這裡沒有 有沒有地方可以匯血 好像沒有 這個也是打架的 搞錯 他真的封了一切所有可能性 所以我要回去回血 還會輸給他 剛才他是放什麼 放那隻小火龍 不過小火龍也是屈肌的 因為他有龍之路這些固定傷害技能 一來就扣40了 一下打死 非常好 雷超 雷超 雷超就相當麻煩 因為 黑著我 還用麻痺 雪童子 雪童子 就用 大美尼 然後用滾動 啊 完美 完美 咦 15了 我們是利用 你說什麼 小蟲貌似 燒焦塔 有大事發生 你為什麼這樣說 有個訓練師 冒冒意衝進了底層 並聲稱說要喚醒他們生物 並捕捉他們 我開的水骨怎麼可以被人抓住 他打算抓了守護神 守護神一旦淪為 戰鬥工具會發生什麼 我不知道 總之去看看 沒有什麼 快點燒焦塔 OK 這些東西不關我的事 沒有關我的事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先清掉這份燃炎 OK 這隻應該一下死了吧 唉 有堅困 好 穀石獸 繼續 嘩 化石規這些東西都是水 哦 岩石風 鑑螢 水柱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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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 因為他加了防禦 好 應該清光了吧 到鬼是道館 鬼是道館應該可以打 現在 好 可以打 唉 他燒焦塔 我打算打完 然後 右手面這裡有很多厲害的訓練家 立即可以看看 有用 詛咒 木手弓 木手弓很難打 冰牙 很棒 很棒 這隻 是 怪猴 好 神經病 連鎖特性 是不是連鎖特性 他好像沒有連鎖特性 我記得 還是有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 有 先進去 射文雄 啊 立即躺下 搞定 我們鯉魚王都16個了 準備就可以進化了 準備就可以進化了 準備就可以進化 再看右手邊 嗯 又遇到你了 自從上次精靈學廠跟你打完之後 我開始了旅行 想不到這麼快撞到你 說不定有緣分 不過說到底 不最後一場對戰 我一點都不甘心 這次一下死了吧 呃 太醫背 太陽醫背 太玫瑰 這個咬了 一下暈了 嘩 草承傑 冥想 嘩 死了死了死了 這裡有機會贏的 但是 草承傑打不通 嘩 我打他也不通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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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難打 這隻 他用完冥想 欸 之後我就變成了供應 蛤 在這裡 搞錯啊 搶錢而已 對嗎 好像沒有扣 我想也OK 算了 給你贏 好到這個 這個已經34咧了 所以打不贏了 這裡真的要死了 OK 好 今集時間絕對還不難 DN來這裡先 下集回來 就繼續燒超塔 並且打完道館 這裡應該可以給我升到20咧左右 而且可以回去先捕捕寶貝龍 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再用 因為寶貝龍這些 都是屬於比較強的精靈 而絕對還能DN都是一個 超難玩的版本 好 那集成的鳥在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記得按個讚 還有還沒訂閱 我們下集見 拜拜